Hello! 歡迎回來萊姆康尼的YouTube Channel 那不用我說 我應該看到後面是處於一個 極度極度混亂的狀態 現在後面這麼暖 還想拍個Vlog呢 今天的Vlog是關於我們的 新Studio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籌備了很久的 一個新的計劃 不是說突然想搬Studio 說搬就搬 一直以來也是想搬去一個 大一點的工作室 終於 終於 經過很多很多的手續 終於我們就可以搬去 我們一個新的Studio 我自己也很期待可以 在新的Studio製作這麼多 slime 還有有沒有機會可以 請大家上來一起享受 玩slime的樂趣呢 今年突然這次機會 將整個 新的Studio 設置所有新的工作室 所有的事情呢 將這個整個過程 還有一條Vlog 拍一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這整個過程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和讚好 simeaholic的YouTube Channel 和IG 希望大家繼續在新的Studio 多多介紹 我想說已經是7點03分 所以我們約了6點9分 遲到 列出自己的要求之後 也會有經紀跟我們去看樓盤 除了看單位之外 也要看它的周邊環境 看看方不方便 我記得看的這間 比較多雜物 也可以留下傢俬自己用 不過我自己也想多看幾間 才做決定 之後看的單位 它就比較舊一點 所以我自己就一般 不想花太多額外的錢 在裝修上面 好幸好我們的經紀 也很好人 幫我們找了很多 符合我們要求的樓盤 所以最後就找到這一間 比較新正和企利 又有自己洗手間 地方有大的單位 所以我們可以把握面前 把傢俬和物品搬過去 接下來就是一系列 不停地收拾東西 收拾東西 收拾東西 想不想像到這裡 只是我們要搬的一小部分 很適合 很適合 幸好兩個地方都比較近 所以只開了幾個車就完成了 這單位裝修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直接開始 拆掉所有的箱子 以及等大型傢俬來 因為真的很多細緻的物品 都收拾了好幾晚才勉強收拾得整齊 之後都陸陸續續開始有些材料 交水和傢俬 所以我們送來越來越有一個工作室的初型 今天把桌子和沙發都來了 剛剛才設定好 我們是沒有椅子的 不停地砌傢俬和開箱 這裡的大型傢俬都是我們自己一手一腳砌的 砌了好幾晚 還要把材料分類好放上架 真的少一點鼻力都不行 不過自己砌了整間工作室的所有東西 其實最後也挺有成功感的 最後砌了一個牌子 放了四個就差不多正式入伙了 一會就是resolve opening 但我現在要先做指甲 因為我前幾天砌櫃的時候 除了自己的指甲 天氣這麼好 今天一定是開箱的好日 趕快做完美麗 指甲就回工作室準備開一張Party 整理好的新工作室 分了幾個區域 有接待休息區 生產包裝區 用來製作我們最簡單的新產品 還有很多存貨 這個辦公區域 就是用來做一些行政剪片等等的工作 全部整理好準備好開箱 今天請大家上來一齊 開心一下吃一下東西 我還有準備到一些小禮物給大家拿走 最後開一支香檳 希望在新的工作室可以大展紅圖 Cheers 這個新的工作室紀錄就估了一段落 之後我都會繼續在這間新辦公室 用心做事 為大家帶來更多更好玩更解压的產品 遲些再詳細介紹新的工作室有什麼 多謝收看 下次再見